黄鼠琴跟黎炎如 他们可以说是最强的年龄后选手 在这场比赛中直到决胜局才逢胜负 黎炎如的特点 比较偏近台的速度 黄鼠能力突出 而王楚清 他的正法手势力以近衡 退台后的力量更大一些 两个人的交发球 都是以近台的琳娜为主 挂上来打香车非常先进 黎炎如的发手琳娜速度更快 而王楚清更注重旋转 黎炎如的发手琳娜速度更快 而王楚清更注重旋转 这个长球还是没有处理好 王楚清可以率先发力 加这种大陆球的对抗种 正手的稳定性还是差了一些 比赛一上来 双方的长球发得特别多 都是想要率先发力 第二局的黎炎如 在15率的控制上 还是要更好一些 帮他C比8拿下第二局 从青少年组打到成人组 他们也是有多次的交锋了 互有胜负 这样的球 就是王楚清的一个调动了 对手琳娜后的黄炎不够到位 王楚清这个回防守 选用力量不大 但是都要点好 突然吸引墙 这种想吃中的无畏食物 还是要控制好一些 避免出现这种得赦不得粉的情况 练出的这个进台速度确实快 让王楚清有些发不上力 拿到局点后的王楚清 反而有些急躁 在第四个局点才顺利拿下 感觉他们对比起的线路 还是有点不习惯 遇到都是抓索的 还是比较少 打到后面的这几板相吃 王楚清的实力储备 还是要更加厚实 莲宇如晃了一个战术套路 改发短球 等待机会进行抢攻 这个接发球 落连被晃到 接下来知道退台后有势不大 连如这个球顶在进台连续快篮 因为这发球的领拉需要往前上步 如果落脸太深 下一板的衔接 就有点退步回来 这回的头长被令如扛柱 来了一个快时正手大脚 这个二侧启动的速度太快了 迅速再补一条斜线 角度更加刁壮 再往就一个局点后 连如影是3比4一 拿下第四局 还是连如的得势不得分 在上手后 王楚清的这个反攻力量太大 这种进攻既有速度又有力量 第二个防守 连如轻贴了一板 导致王楚清的脚步有些跟不上 偷袭长球 也是连如很主要的一个战术 更有力于他发挥千山马的进攻 对这场对决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市民下方留言互动 还是这个罚球没有判断好 一旦退台 连如会被动很多 最后是王楚清 加决胜局 赢下了连连如 快乐 我都不想要的 你